那个之前我不是买了两块 两块那个逆变器的板子吗 有一块是有壳的 然后有一块是没有壳的 没有壳的那个是1500W的 那今天我们来做1500W的 有壳的我已经给它搞好 今天就把那个没壳的找个壳过来装上吧 那么这个呢就是没有壳的了 这个是1500W的那个板子了 这个板子没有壳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然后我在店里面找到这个 什么多功能锂电池一体机的那种逆变器 这个就是那个逆变器了 用家拿过来修 然后修不好人家就不要了 这个它有那么长 然后我现在把它给割掉一点了 应该也差不多 我看一下 把这个放上去也差不多了 有一点点长 但是没关系 就把它放上去吧 就用这个了 就用这个来装了 但是还要改装一下 那现在呢 我们就转了一个孔 就在边上转了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刹头给装上去 就是 转开这个孔 然后把这个装上去 现在我们怎么 我们怎么固定这个板呢 怎么固定这个板呢 就是 打孔吧 拿这种 拿这种铜柱来固定 就是把它打孔了 这个 这个 这个要打孔下去 然后把这个铜柱给拧下去 拧下去了 然后 我们再 我们再把这个板子固定下去 那么 这个就固定完成了 那下面我们转孔 好了 这四个 四个 那个柱子 这个铜柱 我就已经给固定好了 固定好了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把这个放上去了 可以 这放上去 还是 刚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螺丝给固定起来 好了 那 那我现在已经把它给固定好了 就是这样子固定的 还是挺重的 这个 确实还是蛮不错的 这1500瓦的 这个 这个地方就接 220的 风扇也接好了 开关也接好了 然后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两个电源线 我也接好了 那我们现在试 试机一下 现在 加上电源线 哇 电流好大 开机 那开机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亮了 这地方已经亮了 那我们来测一下电压 那我们来测试 测一下电压 看它有 多少幅吧 220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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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稳定啊 那我们还是带动我们的这个电动工具吧 我这个800瓦的电动工具 可以啊 我这个 我这个1500瓦的都可以带动那我这个嗯我这个1500瓦的那应该是没问题了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压缩机吧带动冰箱看一下能不能带动吧可以啊可以了直接一插就可以了大家看 这个压缩机 这个压缩机 可以啊没啥压缩机 下面我们测试一下它的波形是不是纯正弦波的那我们测试大家看一下我的四波器这个四波器它明显就是正弦波的我现在拿开它就会变成一条直线了然后我呃我一放上去它就会变成一条直线了 一个正弦波的所以这个它的波形是没有错的嗯这个1500瓦的逆变器我就我就给它给搞好了搞成这样子了反正够平时我自己用的这个是充电器然后这个是逆变器这个是电瓶 其实怎么说呢我就比较喜欢自己动手搞一些嗯比较有实用的东西因为很多东西自己动手去做的话呢它的成本就会低一点 嗯因为你去买去买人家呢就会高点嗯也不一定买到好的 本来呢这个本来这个逆变器主板我是想买一个箱子然后把它全部把锂电池还有这个逆变器然后放到里面去算了就这样子吧反正这个也可以提这个逆变器也可以提有的时候 不想拿电瓶去就去到很远的地方人家有电瓶了我们就可以只拿一边去去就可以了这个就方便点嗯好了嗯这一期的视频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感谢感谢大家的收看